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四场八人军争场的比赛 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今天四场的话 继续啊 给大家展示一下王朗的这个排局 那么今天的四场由局外梦中人和Elements提供的素材 这里表示十分的感谢 那么第一局啊 大家都说啊 这个王朗虽然啊 很不错的一个武将 但是可能不太适合内 那我们第一局就看一看内奸如何打啊 内奸如何打 那么第一局主攻戒女萌 那么首先的话戒女萌的话难度 整体难度不是特别大啊 但是的话我们也怕后期他过度的续报 到时候我们啊 这个Rap攒得太多了之后 你还不敢去用骨蛇了 只能当一个白板用 是吧 所以看怎么空了啊 那么场上的话 近位马超可能偏反一点 远位徐胜啊 偏中一点啊 曹昂贴主偏中 那么这是应该来说是三个比较明朗的武将啊 其他我们挨个看一看 左肢起手 决斗跳反 然后来一个 我杀一个 那么这里果然如实跳中 没有问题 马超再上一血 结果呢顺手转扬 反贼打无懈 南蛮入侵打一波 这个南蛮也不怕坑刀下来的队友啊 这个南蛮打的意义不是特别大啊 女萌他肯定掉血啊 到时候啊 当然他这里乐着操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啊 这里的话 女萌啊 即使能闪 尽量不要闪了 求一轮觉醒啊 求一轮觉醒 继续跳反 过河拆桥 一个索索连环 那么容我过目即刻涌来 张大帅哥在这边 你这个人王应该后挂呀 应该后挂啊 这样把自己的装备给卤掉了啊 那边过河拆桥 结果呢 这远位挑一个反贼啊 没有问题啊 当然选的不太好啊 整体的话 你要有了距离呢 当然谁也没话说了啊 那么我们这里拼三个反贼 用了八点拼出去啊 直接拿了两个rap啊 最后的话是摸了一堆废白 当然还好 作为内奸 前期肯定是那个广机娘 高筑强啊 高筑强 那么女萌的话 上来就觉醒了 最后下次注意点啊 你这不先攻心啊 不先攻心啊 所以这个打的排序啊 稍微带上去 那边火攻 来一放 随后就来啊 这里还挂完杀啊 但是这个玩杀应该没什么效率的 那么现在整体而言啊 注意啊 嗯 整体而言的话 反贼应该来说 降面不算特别强啊 左慈虽然一个难控的武将 但是也已经一血了 那么我们的菊花刀神器被拆啊 一般而言的话 菊花刀配合王朗啊 应该还是非常好用的 那边即刻用来 再来一道啊 那么左慈一死之后啊 反贼方面应该来说啊 不存在特别难控的问题啊 结果这一刀还是没能带走 那么 当然我们现在还是争取啊 左慈能带走啊 那边而随后变来 但是这里一个桃子我们肯定是救的啊 肯定是救的啊 虽然你这里的话 想赌忠诚桃子那样风险略高啊 这样一救 还骗到张松的牌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 只骗了马超一个人啊 只骗了马超一个人 嗯 整体呢 其实可以啊 拼一个也行嘛 左慈那边的话 最后啊 没有拼掉啊 那这样的话 直接带走左慈的人头 最后锁锁连环徐胜跟马超 但是你整体这样一锁的话啊 呃 就怕祖宗方面啊 过分爆发 到时候 剩下一个王毅跟你2v3啊 可能有点啊 难 但是还好的就是在于他们都四血啊 所以的话也不太存在那种可能性 刚才我们的菊花刀也被弃了 菊花刀被弃了 这副牌队还没刷七 所以的话菊花刀还没刷出来 不可能说造成 一血啊 呃 一刀三血的情况啊 九菊花嘛 对不对 那这里的话 顶多就是一个铁锁算出去 最后粘鲁挂齐 伤一伤 还好啊 还好 人头并没有带走啊 那这样的话啊 现在场上的局面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啊 来一个 我剩一个 王毅的话 南蛮入侵 南蛮入侵这里肯定想收阻了 我们直接出杀 无蟹保一下主攻嘛 诶 曹王先打出来 好评啊 那省我们一个无蟹 而且是一个K点的无蟹 这样的话对我们二爷是比较不错的啊 方便Rapper呀 即刻用来 那么这里看到的是装备啊 所以的话就卦装 刷刷刷刷 顺手转扬 再来啊 再刷呀 再刷 博学强制啊 加工拿得啊 但是没什么暖用啊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多拼几个人啊 五中生有先开出来 这里呢 整体啊 好 拼一个啊 拼一个最后雷杀一刀 带走 张松的话没逃救了 那好拼啊 这样的话 最后一个火弓 嗯 这个火弓的话 嗯 可以吧 可以吧 那我们留了三个大点 那么现在注意啊 我们手里三个大点在手上的话 应该来说啊 骨蛇不太虚啊 不太虚 那么刚才带走一中一粉啊 瞬间局面还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啊 还是在掌控之中 呃 女魔顶多收掉马超之后啊 他还是年纪的话 王一他肯定带不走 收不到人头 所以最后他可能只能留一张牌 那我们一拼三 以礼来行啊 哎 南蛮一开啊 这里的话 肯定是希望收掉马超啊 肯定是希望收掉马超 最后的话 接刀鲁人 不给 也要给啊 顺如乱扬的话 弃我们一张牌 并没有什么暖用啊 那我们直接弃了年弩 继续留了两闪一杀 这里呢 注意啊 曹昂并没有想着去把他急气的带走 因为那边还有王毅 主公一血状态 还想留着曹昂给主公拼一拼命 但是主公这个嘉义挂的啊 没 没什么好说的了 那我们继续烧烧烧 嗯 但是拼输了一个饶舌三了 饶舌三了 杀曹昂没能带走 当然人家有木马在啊 所以你想带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挂上了八卦 应该来说还是算不错啊 那现在我们暂时有一桃可以保女萌 但是他那个藤甲在那边啊 就怕有火攻啊 那我们勾点拼出去 一拼三 可惜拼王毅拼输了 那四个rap啊 一个决斗 再杀一刀 这个杀不好算啊 闪掉了 你拿一个 我杀一个 木马在走出去啊 那他走出去啊 女萌 看一看啊 是不是还要走木马 郭柯柴桥我们打无限 哦 闪啊 这里的话闪放到 他竟然气质啊 应该放到排队赢给王毅呗 那我们拿个圈点啊 陶子拼出去啊 那么拼都拼赢了 郭柯柴桥 好啊 see you 啦啦啦 see you 啦啦啦 是吧 陶子的话 可惜陶子被弃了 这样我们还要想办法保女萌 一个乐不素数 但是可以 那现在的话就是要短短短王毅啊 主攻攻心 那么我们现在呢 距离啊rap死亡啊 还有比较大的空间 那我们这里注意啊 一加四 所以的话是大于王毅的啊 没有说增加rap的 这个就是鸡池的那个 鸡池啊 注意啊 点数小于叉 叉是四嘛 刚才就一加四 所以大于王毅 没有拼书 所以并没有再增加rap的次数 那么这样的话 杀我们一刀 我们暂时掉一血 那么现在呢 女萌啊 她凉血 克基 在那边啊 慢慢骚起来啊 稍微有点蛋疼 嗯 我们这里啊 缺个杀呀 其实啊 那我们拿圈点拼啊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吃一个桃 乐不素数 控一下王毅啊 可以啊 可以 不让他出来动主攻啊 那么控一下主攻一张牌 然后我们额外过一张 可以有啊 可以有 那边乐重 好评 打的我们整体感觉啊 主持小打的还是比较稳的 想稳中求胜啊 没有乱浪啊 没有乱浪 那么这里的话是要出了个二姐 结果呢 还是赢了 还是赢了 可惜我们这个牌啊 注意一下啊 有点蛋疼啊 有点蛋疼 可以火攻 拔掉了啊 那火攻再来一下 并没有啊 蓄了一把啊 因为这个火攻的话 王毅他可能啊 就会 直接亮出来 哦 这里啊 这里女萌啊 玩了一手险啊 她把火攻放到排队顶 这是送王毅 火攻你啊 这就尴尬了呀 这就尴尬了 是吧 你这个 露送火攻 我们没得救你啊 你只能自求两套了啊 一套啊 一套 还好 杀一套应该能闪掉 好评啊 好评 那么王毅摸两张 希望我们能把他带走啊 啊 至少先混个单挑再说 顺手转阳 顺女萌的加一 这样的话 拼两人 K点在这 还是比较不错的 好 拼一 不要增加 那么那边的话 可惜啊 我们差一个杀 啊 差一个杀 那么王毅有一杀呀 有一杀啊 这个是很可惜的 那我们冰凉冰重也是不错的 那女萌收人头吗 这个计划肯定是没用啊 王毅不给你收咯 不给你收而已啊 那这样啊 主攻这最后一级应该来说 队伍我们也是非常漂亮的 非常漂亮的 那最后我们圈点再拼 最后一排 啊 不知道他是因为不熟悉王毅的技能还是怎么回事啊 竟然挂了这个刀啊 挂了这个刀 那最后啊 现在女萌一血状态啊 我们只要能够有过牌的爆发力 那么主攻应该来说啊 比较危险 K点拼一下 我们拿了三点拼了 那么这样七点拼了之后 不是啊 我们是我们是七点啊 太反了 太反了 右边的牌是哪个啊 右边的牌是我们的牌啊 那这里的话拿九点拼 拼的话他弃牌啊 可惜他这个他弃手牌啊 他就一直啊 留着藤甲就防你的普通杀 我们这个南蛮啊 迟迟用不出去 那现在他吃了一桃之后 我们看看这个K点啊 食食物 这下他让我们摸牌啊 摸牌 所以的话现在整体啊 我们有大点的话就形成了一个牌叉 这个牌叉还是比较帅气的 那这里他肯定把奇灵宫放牌推顶 我们少过一张牌 但少过一张牌的话 我们来K点拼起啊 倒戈卸甲 哎呀 这就啥时候变成一倍速了 不是封侯之位呢 那么攻心 这下没有了 明的是刚才的牌啊 那这一回合 我们的话是把他扒光 南蛮 可惜啊 还是断杀 还是断杀 刚才是拼的杀吧 蓄力带实 不争手工 那么这里的话 最后 这里选择了过牌啊 直接摸到一张杀 带走啊 直接选择过牌啊 所以你看啊 往往的话 如果啊 就是你就是步步为营 而且没有成为众人的这个 没有成为众矢之地的时候啊 还是这个骨蛇有不错的控场发挥啊 控场发挥 那我们前期的话 整体啊 在那边啊 空了三反 你看啊 前期整体就是带走徐胜和那个左慈 后期的 啊不是 先带走徐胜 然后张松和徐胜带走 最后形成了主中内反反 这个局面非常轻松啊 而且控场的话 藏儿应该来说一般还是对你内建而言比较难控 但是前期他被打残了 最后我们啊 拼点控他还是比较轻松 easy的 轻松easy的 所以第一局 亡囊 狗蛇啊 内建啊 内建很好的啊 特别是我们最后手里各种大点 K点 春点 即使小点一出啊 那也可以加加个几点都没拼输啊 所以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 那么这是第一局 内建局啊 内建局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局 主攻王狼啊 主攻王狼 那么主攻王狼的话 适应性其实跟内建有点类似啊 有点类似 就是说啊 你在保证形成排差的这个前提下 那不要增加rap的次数嘛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反复用骨蛇 那么第一次K点啊 忙拼三个人啊 还是不错的 然后去锁锁连环远位的刘峰跟赵云 但是赵云你锁上的话啊 稍微有一点点那个吧 像赵云远位偏忠啊 葛优偏忠啊 春歌警卫这反贼直接跳了 直接跳了 而且春歌其实是有点磕我们骨蛇的啊 春歌和路神 是吧 不怕你拼啊 瞄秒莫测 春歌这后面又挂上闪电啊 这可能是怕卡伤士啊 旋风 拆谁 拆我们吗 还是春歌 拆了八位的关锁啊 这是跳中啊 招云世界 葛优 葛优的话火攻下架 这又是一个中啊 哟哟 这个跑闪无险啊 这个防御比较强的白竟然直接开万剑了啊 够了啊 够了 那么这一操之后 手大琴来 反贼还添过乐 还没有添你了 杀一刀 我们直接闪掉啊 王朗的防御能力还是比较弱的啊 所以的话争取啊 一旦我们在自己的回合内依靠骨蛇形成了强大的排杀和强大的输出之后 正常的话 这个也就不需要防御了 就是一个以攻为防 最好的防御就是攻击啊 那么反贼啊 反贼 赵云的话是没有动啊 当然他的话 赵云是乐了我们一下啊 心上难为闪电 炸一波 哈哈 炸一波 这个就你呵呵了啊 飘渺莫测 你的牌太多了 那边决斗 噪云是间啊 噪云是间 众志 来 杀一刀 哎 不死啊 不死啊 还有有意啊 但是这里的话 你杀一刀 开个万剑比较妥当吧 那么还是贵啊 那么现在这里的话啊 这里的话内劲啊 我又来一个南蛮啊 这里内劲的话 可能已经来不及控场了 如果佐斯是内 关锁啊 哦那边勒布素素空八位的关锁 南蛮我们有淘的啊 关锁救了 那边顺手转扬 空关锁 但是关锁的话 注意啊 关锁还是有当 他应该获得当心啊 对啊 他有当心 可以直接跳过这个乐 所以的话还是比较不错 那么最后这里 吃桃 有圈点啊 攻击之天命 十五 那么圈点的话 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啊 跟赵云拼是拼输了 增加了 那个还有个K点也拼输了 那么直接增加了两次 诶是K点吗 再来维持 反正就这样吧 决斗 那边的话去跟葛优来了一放啊 跟葛优来了一放 飘渺莫测 佐斯 结招吧 那这样的话 葛优可能偏累啊 你的牌太多了 吃个桃 那这样的话 他可能杀一刀佐斯 最后的话 开个AOE 可能是 看看怎么搞 杀一刀 果然啊 那这再开个AOE 开个AOE的话 接刀商人可以挂刀 开A 收一针一反啊 对他而言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结局 但是就看他能不能起到桃子啊 他起到桃子 后期的话状态还是不错的 起不到桃啊 那估计他这个他这个内肩那样的话也是废了啊 也是废了啊 但是呢你要注意啊 他虽然是内 关锁在这边啊 你没有办法打 你没有办法 有当心 然后有武圣 你怎么打 没办法打 这还有菊花刀 直接啪 足啊 啪足 这就是失败的滋味嘛 这局鼓舌我们应该是一个小发挥啊 其实你看到最后赢的时候就两次饶舌啊 两次饶舌 就是整体的话体现了一个小霸牌 我们看一下第三局 第三局的话 这一次啊是一个反贼了啊 这是一个反贼了 那么朝老板主攻 嗯 我们是一个五号位的大反 看一看啊 怎么打 觉得都很关锁啊 觉得关锁 陈宁的话有点克主啊 其他的话 其位 注意啊 这个是 呃 全凶甲鱼不是SP甲鱼啊 这个所以的话 技能还是老技能 那么陈宁的话 这里直接跳反贼 开五谷 问题不大 我们拿个过拆啊 并没有拿K点减一 嗯 当然这里也可以嘛 毕竟紧囊啊 毕竟紧囊 所以都还是比较重要 末 朱新 末 朱新 陈宁朱的就是曹老板的心啊 啊 那边的话 这贾大爷跳 大忠诚啊 跳大忠诚 哦呦 连续两中年动啊 这样的话 陈宁肯定是保不住的啊 有桃 最后 最后的话 再杀我们一刀 我们有闪啊 再来 琴琴啊 琴琴啊 琴琴的话 那边 哦 给了主攻啊 又是忠诚 那整个降面的话 应该来说明朗了 国柴桥 那么我们拼三个人啊 我们选择了这个圈点拼出去 K点拼输了啊 圈点也拼输了 那么两个Rub到手 但是呢 这里有排差了 有排差了 黄浩 决斗一下 再杀一道啊 这里我们没有浪九上啊 直接杀一道补的啊 那么这样的话 又形成了一轮排差 你看整体黄浩一张 甲鱼两张 夏侯敦两张 而我们反贼呢 这边当然排差 不是我们造成的 这边它是认识本身就有了 对不对 当然我们一拼三的效果很厉害啊 至少每个人要起一张牌 那边杀一道 还有桃啊 但是你还有桃的话 曹老板那一关你挡不掉啊 挡不掉啊 杀一刀 还有 哦 那这样的话 最后陈寗可能 最后一发吧 这个给我们送辞补一补 可以啊 补一补可以 当然这里的话 最后再给一个笔法给黄浩吧 然后自己的使命啊 肯定是结束了 甲鱼在旁边直接玩伤他 没有办法的 那么下一回合的话 我们啊 看怎么拼点啊 两种方法 一个是直接出大点圈点 一拼三 第二个就是啊 骨蛇是二点 我们可以用二拼出去啊 那边桃子就起 顺手转扬 拿到一杀 杀我们一刀 我们直接掉血贝 这个没有办法 请勤啊 这个我们看 除了直接出K点拼啊 那这样稳一点 直接 耗他们手牌啊 耗他们手牌 我们弃一个闪电 这个桃子吧 其实可以吃吧 关锁还是比较硬的啊 曹子也比较硬啊 你这个桃子 你留了你救谁呢 这还是关键保自己啊 保自己 那我们这样行刑一轮排查之后啊 队友随后补上就行了 随后补上就行了 勒布斯叔冰凉寸断 控住啊 那么那边的话 九杀组中啊 直接最后上组操之啊 直接上组操之 那么现在这个局面的话 应该来说 主中 哎呦天过了 有桃补吗 没桃补也是无济于事的 杀一刀 那我们现在这里有九有桃啊 甲鱼想要从我们这边开弓的话 并不容易 哦 一个八卦 中 不敢开大啊 开大也没用啊 主攻 那么最后再来一发 那我们这里出的是个九点 出了个三点啊 三点是九啊 那最后又行的排查 排查的话 这边关锁当先 杀一道草职 直接送 反命 最后再一道九杀 直接带主攻走啊 这也下猴盾 没有啊 没有守牌 所以的话 你这里没法替主攻出城啊 没有办法了 直接结束 所以这一局的话 作为反贼而言的话 应该来说 还是一个 怎么讲呢 还是体现了一个 拉开排查 拉开排查 一二一拼一次点 对面基本跟你们 跟我们这边啊 基本这个排查 就完全拉开了啊 那么看一下最后一局 最后一局啊 继续是一个主攻局 当然这一局没有赢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 哎呦 看一下这局的话 飘渺莫测 那么这一局 我们主攻 无中生有 上来的话 顾鹅拆桥 拆了一个韩号使唤 拼三个 鱼籍 陈寗和韩使啊 和韩使 结果呢都拼赢了 拼赢了之后呢 都让我们摸牌啊 都在让我们摸牌 那么这里九杀了 一向那边 其实呢 场上的匠面啊 不太好减啊 不太好减 这个不太明显啊 因为毕竟王朗的话 呵 嗯 四身技能比较强啊 谈不上有多少 那这边的话 谈不上需要多少配合 那么那边 那么那边左思啊 直接跳中生 说迷你 哎呀 瞬间动 这个没必要猜 你就让他 误惑呗 是吧 摸两张就摸两张了 无所谓啊 跳反贼 先例不绝 独菜 锁锁 连完我们了 又是一个反贼 注意啊 这个独菜啊 不是 其实不能称他为独菜了 这个应该来说是文菜啊 文菜 是一个非常拥有文学才华的啊 陈琴家末智啊 对吧 就这个已经体验服务 反反复复的放上来 收收集数据啊 但是感觉始终可能不满意吧 可能不满意 这边又跳反贼啊 陈琳的话一波送辞 哎呦 那么这里啊 注意啊 笔伐禅 这几大技能都上了 都上了 那庞德的话 绝死八号位啊 火伤我们一下 这应该是反贼 那么这里我昨天已经介绍过了 SP庞德 马术和绝死 当然这里的马术啊 注意啊 马术的话没有问题 绝死啊 呃 技能 我昨天也用了一下 小技能啊 出牌阶段 你可以弃制一张杀 并选择你攻击范围内的一名啊 还要攻击范围内的一名其他角色 然后他弃掉一张牌 如果弃制的不是杀 弃制的不大于该角色 对其使用决斗 感觉整体感觉是一个比较费的技能 那我们这里的话 刚才又是一波拼年啊 只输了一次啊 所以获得一个饶舌 那边的话杀他 那么佐斯逃跑了 韩浩使唤也逃跑了 那这个局面 你要1v5了 你要1v5了 普朔迷离 无邪可计啊 无邪可计的话 我们是 我们质疑了 但是这个质疑稍微 这个局面其实你也没 按照道理啊 这个局面本来没太多必要打了 1v5 很难啊 很难 那边骚一刀寒屎 杀一刀 继续比伐啊 狂得再杀啊 这个毕竟还是有简易的啊 有简易的 直接两个忠诚 全贵啊 1v5 1v5 6P模式 这哪能打得动啊 正上能明辨 那我们既然啊 这个就逆境求生嘛 注意啊 注意 这里是一点拼出去的 那么刚才的话 一点拼出去 我们有基磁 基磁的技能就是说 当点数等于骨蛇的次数的时候 我们啊 可以再发动一次骨蛇 那么这样的话 你想啊 一轮拼六次拼点啊 六次拼点的话 这个排差已经相当大了 你敢 你敢 诸葛屁肤 你敢 那最后的话 这边庞德啊 始终啊 弃牌了 他们都弃牌了 那我们手里啊 注意啊 这个拉到牌杀之后 有决斗 有菊花 那就独在 See you 拉拉 See you 拉拉 决斗 再来一发 陈琴啊 注意有个陈琴的技能在那边啊 就是说 他弃四张不同的牌 他就可以回血 但是这扔了啊 是种不同的花色 但是鱼琴扔了 扔了一个啊 这个鱼琴可能是内斤啊 所以我们这个冰凉冰的稍微有点问题啊 稍微有点问题 鱼琴应该是哪啊 鱼琴应该是哪 那么 那么陈琴啊 以前最开始改的时候呢 是 呃 每回合献一次啊 那现在呢 改成了每一轮献一次啊 有个这个轮述的概念啊 那么这里古获火山啊 人家没有给他动啊 给他动 魂人亦可勇 比罚我们啊 那我们现在啊 是六个rap 六个rap 哎 可惜我们这边 绝死弃了 嗯 弃了一张杀 杀到了 可以留吧 岂能相负 哎 吊血呗 有桃在手啊 有桃在手 那我们这里拼点 拼四点加六啊 注意是四加六十点 继续赢啊 那么手里有 暴局火山 暴局火山 那么陈宁也C-U-L-L-L 这回合鱼琴没有再玩蛊惑了 嗯 那我们没有吃桃 鱼琴的话在那边 让他去打工呗 真似唤 扑朔 扑朔 迷离 哦 那么由于有冥剑存在啊 由于有冥剑存在 所以杀两刀 庞德的话 绝死鱼琴 打无懈 因为这个时候就是相当于决斗了 相当于鱼琴要对他出决斗 那么曹瑞啊 这个地方啊 感觉智商完全下线啊 智商完全下线 那么这里最后一下 其实我们这里呢 嗯 不该 不该不该去 质疑啊 不该去质疑啊 不该去质疑啊 你就靠最后这个时候 是吧 你去给他啊 靠这个骨折拼点 拉牌上 变换 那么那边 蛊惑了一个杀 其实你可以救一个啊 可以救一个啊 再杀一刀 哎 那他两杀你就没有办法了 嗯 我命 修夷 这里的话 曹瑞就有点二了啊 这坑队有坑的啊 坑队有坑的 可能是 骑士庞德啊 那个啊 那么这局应该来说啊 将骨折的这个排差能力啊 使用 那我们这里啊 刚才是 继续拼点啊 继续拼点 那么一刀菊花抱上去啊 一刀菊花抱上去 但是呢 整体这一刀菊花抱下去之后 作用不是特别大 他这里蛊惑啊 曹瑞的话是不质疑的 他不会质疑的 这里还要助攻内奸 就坑你主 那就没有办法了 没有办法 那最后这里的话 跟鱼吉最后单挑 我们肯定是没有希望了 因为毕竟已经有了禅院啊 你扛不过他了 扛不过 主要曹瑞呢 这太恶心人了啊 坑了反正不说 最后啊 又继续坑竹啊 那么鱼吉的话 这里想坑我们两血 但是他打到这个程度 还是想赢的 还是想赢的 那么曹瑞呢 每回合 两张牌明镜给出去 那么骨折的话 其实作用不大了 那我们最后 唐币当局 死亡践踏 死亡践踏 标准结局啊 标准结局 那就是今天的标准结局 司徒唐币当局 唐币当局 好吧 那么今天的话 整体就是给大家啊 再看一看 王朗的一个技能 整体呢 就是看一下他的身份 适应性 反贼不用多说啊 应该来说 反贼无论什么武器啊 其实都有他自己的优势 然后的话 作为主中的话 今天可惜 就没有忠诚了 作为主中而言 应该来说是一个前期爆发的武器啊 一般你饶舌次数用的差不多之后啊 会留一个rap啊 留自己的生存的机会啊 前期过完牌 基本就差不多了 那么最重要的是一个内奸局啊 内奸局 那么你用的好 用的稳的时候 内奸也是可以打的 但是这局内奸呢 嗯 仇恨值其实没有攒起来啊 大家没有搞你啊 当然我们的位置是 刚才是个七号位吧 位置还算不错 所以的话整体呢 也是一个好的局面啊 好的局面 所以应该来说 主主中反的身份都可以 然后呢 内奸还可以 但是呢 有的时候毕竟太脆了 嘲讽值有点高啊 有的时候就看反贼 或者反贼前期怎么打你吧 前期他要不动你的话 你内奸可能会赢啊 好 那么另外再说一下那个啊 注意啊 昨天有人还不明白 这是测试服体验服啊 并不是说我们这么土豪能买得起这个武将啊 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去啊 test啊 那么官官网的话也公布出来了 所以的话大家可以进来玩 而且是200机啊 买送200机 10万个元宝啊 还是不错的 你买一些喜欢玩的武将啊 体验一下 好 基本的话 今天这个就到这里啊 那个王老师在这边啊 礼包 查看礼包 这边啊 好最后谢谢大家